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呼吸 今早 我真的要说 借着这首诗歌 我们要回应 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所做的一切的计划 如果你愿意 我想邀请你 高举你的双手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持续的归给祂 我们一起来敬拜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国和万宝 拆我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向全世界宣告 耶稣基督施主 我站在你面前 站在你面前 我心呼求你 借着你的灵 将我分别为神 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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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下自由释放的好消息 看见我家境远去心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国和万宝 猜我 我就去 猜我 我就去 向全世界宣告 耶稣基督施主 我为每个家庭呼求你 是瞎眼看见众人的自由 属敌的百姓要会转轨向你 看到不幸降临着地 猜我 我就去 猜我 我就去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过河玩吧 猜我 我就去 猜我 我就去 向全世界宣告 耶稣基督施主 我们欣贝自己 我们欣贝自己 寻求你别 寂求你别 归白七夕 我们欣贝自己 我们欣贝自己 寻求你别 寻求你面 归白去心 专利而行 我们却没自己 寻求你面 归白去心 专利而行 你就重点嘴听 主曲终嘴念 来依止我们 土地 我们却没自己 寻求你面 归白去心 专利而行 你就重点嘴听 主曲终嘴念 来依止我们 土地 拆我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拆我 我就去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国和万万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向全世界宣告 耶稣基督是主 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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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 拆我 我就去 拆我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国和万万 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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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 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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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主我们要回应祢 回应祢 主这天国伟大的计划 神啊 拆派我们每一个人 主向这全地持续的发生 愿祢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生命当中 得着当得的荣耀 耶稣我们谢谢祢 耶稣我们谢谢祢 家儿们 当我们说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快速的回应 这是一个对的态度 但是今早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 你来到神的家 不管在你的教会里面 你领受到这一份救恩 甚至开始学习 你怎么样进入到跟神和好的关系 家儿们我要告诉你 这救恩的全貌不是只有如此 耶稣把第一界命赐给我们 但是也要我们完成大使命 今早我们要透过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这几节经文 求圣灵再一次把感动 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保罗为什么那么快乐 当保罗领受到神的救恩 在大马色的光被神光照的那一刻开始 我要说这是一个转换 这是一个转向面见神的开始 但是当我们领受到救恩的初期 我们开始会享受到这一份爱 然而日子久了之后 神有一个心意 神有一个心意 就如同在这里二十节一样 他要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 他要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 家人们在这里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是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基督的特使 到底什么样使保罗快乐 为什么保罗深信众人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 我要告诉你 保罗真的这一生得着了极大的秘诀 他知道借着基督的爱激励了他 他愿意开始成为这个特使 开始持续将这和好的讯息传出去 所以家人们 什么是特使 今早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天国的特使 特使意味着就是基督的代言人 意味着是代表这天上荣耀的王 派驻在地上的代表 意味着是什么 我们是在这地上 随走随传 成为一个天国的代言人 所以家人们 神呼召你成为这个特使 到底要做些什么 第一个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的使者 我们是神呼召在这地上的发言人 Amen 所以如果你在地上的发言人里面 你有发言权 你借着祷告 你走到哪里 借着你的呼求 借着你的宣告 可以转化这地的属灵空气 当我们成为这地上的代言人的时候 是何等的恩典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神的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特使 基督的使者 意味着是什么 你要知道像总统官员 官员走出去的时候 都有前导车 你有前导车 神差派天使 所以家人们 当我们被呼召特使 呼召基督的使者 这是一份荣耀的记号 Amen 到底这个特使要做什么 除了成为地上的发言人 第二个 你要做什么 你要开始去传纳和好的消息 我们这些受委派的人 委任的人 不论你在职场 不论你在家庭 不论你在朋友之间 你都要有一个心志 只要你所在的地方 只要你所在的地方 神的救恩就要借着你的口 持续释放出大能 Amen Amen 这个和好的消息是什么 意味着 上帝借着基督 与我们跟祂 走进这个和好的关系 不追究我们过去的过犯 不追究我们过去 所做的一切的大难事 很重要的一点是 耶稣来带下这个合一的讯息 祂流了宝血洗尽你我的罪 为了是叫我们跟神和好 以至于走进成为一个和平辞职 所以当我们开始跟神可以和好了 亲爱的 我要告诉你这一份爱 持续的你领受这个爱的泉源 你会成为一个爱的发电厂 开始走到哪里 你会对人开始有负担 Amen Amen 倘若你跟我这个代言人 没有好好的去传这个和好的消息 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 会撤换啊 会被召回啊 我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 成为一个特使的时候 神有一个极其的心意是 我们要行使出这个任务 我们要行使这个权柄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特使 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 看见不合一的地方 借着我们开始使两地 使两个人 使两个事件 开始进到一个和睦的里面 这是神造我们的心意 神不但呼召我们在这地上 曾有发言权 神要我们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传这个和好的消息 把这天国 天国的真理 持续地借着我们 开始传开 然而 当我们在传递讯息的时刻 在传递这个和好的消息的时刻 特使 一定会经历到一些难处 当我们经历到难处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这正是神迹的开始 Amen Amen 当你开始出去传的时候 你面临到问题的时刻 这正是神迹的开始 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鞋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当我们成为代言人 成为一个特使的时刻 传这个好好的消息的时刻 我要鼓励你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常常行使 这个祷告的权柄 很多时刻 当你在你的职场 当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要去传这个和好的讯息 你会感觉到难 甚至常常呢 你把这样救恩的全貌 把救恩的美丽 去传的时刻 可能你会被拒绝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你要知道你是特使 你要知道 当你开始口里一说 神就开始持续按着我们 所传的道 见证这个神迹 Amen Amen 很重要的一点是 当我们开始走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口传的时候 只要遇到人的拒绝 我们就走进一个害怕里面 甚至呢 有一次两次的经验 我们就不再去传这个和睦的消息 今天我要鼓励你 当你感觉到这个人越难的时候 这正是神迹的开始 Amen 你每一次跟他讲一次 我告诉你 他就领受神的爱一次 我记得了 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刻 我每天一进到 进到我的工作场所里面 我就常常为着跟我一起上班的 不管是护理人员 或者是我的同事 我的学长 我的学弟 祷告 我就心中默默的为他们祷告 很多时刻我可以感受到 哇 今天一上班 那个脸啊 超难看的 当你知道 当他一大早到公司来的时候 脸一难看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跨上去 我就马上会 往前持续的问他说 你今天还好吗 怎么脸 有一点点为难 每一次当我这样的时候 我就发现 人心开始被我这样的举动 所感染 特使是什么 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发言人的时候 你知道你拥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刻 你走出去的时候 当你话一说的时候 神就为你而开 你问我 我有没有挫败的经历 我告诉你有啊 但是当我知道 神呼召我是一个天国的 在成为这地上的代言人的开始 我常常跟神祷告的是 求神的怜悯的眼光临到我 让我不看 不看人来的拒绝 当我口传这个和好的消息的时刻 人不接受的时候 我继续为他祷告 我要鼓励你 今早 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呼召 在我们电视机 每一个家人们 一定有一些人 对你的生命里面 你已经开始 进到一个不满足的里面 你可能拥有财富跟地位 但是你却不快乐 我要鼓励你 这正是神呼召临到你的身上 你要成为那个传和睦 成为这地上的代言人的开始 我求神今天 把一个传福音的能力赐给我们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愿意 回应 回应 回应成为一个在地上的代言人 成为一个在地上的特使 如果你愿意的 我想邀请你把手按手在你的心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赞美你 主赞美你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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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出去传这大好的讯息的时候 主 叫我们不看自己的软弱 主我向你祷告 神我真的向你说 我愿意回应 神啊 我渴望 我得到 从你得到了这份爱 我真的好渴望 可以成为一个传递者 神啊 当我跨出去的时候 我就见证 主要我所存的到 主我的神 我要向你 主要再次表明说 神啊 我愿意 神啊 使用我的生命 神啊 使用我的生命 当你的话呼召我 呼召我们的时候 主我们说 我们愿意回应你 我们愿意回应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 主我们赞美你 主啊 主啊 谢谢主 让我们今天 能够知道主我们的身份 主我们是福音的使者 主我们是天国的代言人 主我们讲话是有权柄的 主啊 我们能够为地方带来祝福 主啊 能够成为一个 一个爱的一个发电厂 主啊 愿主你来 主你得着我们的心 主你打发我们 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快齿打凉的工具 主 让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 大大的为主来得人 主 我们宣告 主 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主啊 这一切的百姓都要归向你 都要回转归向你 赞美你 主你的时候到了 主赞美你 愿你的名大大地被遵从 阿们 阿们 今早当我们愿意回应 让我们成为这地上 一个天国的代言人的同时 家人们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可能对于传福音里面 你非常的害怕 甚至在你里面你有一个谎言 你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是难的 是非常难的 我要求神现在 逻走你里面的一切的害怕 甚至奉耶稣基督的名摧毁一切 攻击你的一切的兵器 我要向神祷告 当你愿意回应有传福音的能力 我祷告神把这样的热情赐给你 阿们 我祷告神把这样的热情要赐给你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时开口来祷告 求神挪走我们 挪走我们 当我们跨出去 传这个和好的讯息的时刻 挪走我们里面的害怕 挪去我们里面被拒绝的感受 让我们单单的向着神 以至于神透过我们 释放这全能 释放天国的资源 我们同时开口来祷告 祝祝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哈零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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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荣耗 我们很荣耗 主赞美祢 主我祷告 主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主真的在一个传福音 主啊冷淡最后的开始 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摧毁 摧毁一切从底的诡计 神啊让我们 主啊向着祢的果 我真的要说的话 主啊把一个热情赐给我们 耶稣啊耶稣啊 我们有属祢的热情 好叫呢我们随走随传 主啊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 我们不看见 我们不看见这些拒绝 乃是我们单单的愿意回应 主我们要单单的转向祢 神啊释放祢极大的信心 临到我们当中 主谢谢祢赞美祢 主谢谢祢赞美祢 主我赞美祢 主祢把信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越传越有热情 越传越喜乐 将一切送赞荣耀爱戴 归在祢至高的宝座上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祢赞美祢 归在我 我就去 归在我 我就去 为这城市 为这国家 为世界列国和万宝 归在我 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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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过河湾吧 爱我 我就去